脸身洋装试图保持优雅气质 这是SKE前成员鬼头淘菜的 AV出道记者会现场 因为和杰尼斯偶像歌手闹绯闻 只好宣布退出偶像团体 没想到转战AV却更红 SKE48前成员鬼头淘菜 近日改名三上优雅投身AV界 作品推出没多久 随即抢下2015年上半年销售冠军 让当初捧着千万千元金 押宝的片上乐翻了 因为被认为躺着就很赚的AV产业 欺视着面临市场萎缩的冲击 而这点苍景空最知道 苍景空铺料 他居然不知道自己赚了多少钱 原因是苍景空每个月都领固订阅薪 而且不超过100万日元 所以他不是传说中的小富婆啦 虽然粉丝高达1590万 但说到日本高龄少子化 盗版以及网络档案 共享网站兴盛影响 曾经拥有5000亿日元规模的AV产业 目前只剩下500亿日元的规模 让女佣们不得不转战海外市场 深耕中国市场多年 苍景空日前推出新单曲 龙泽罗拉抢当游戏代言人 还传出被富豪保养的绯闻 而波多叶杰益则接派电影 有意从良 制片公司让女主角们多元发展 希望透过海外宣传打捞外汇 拯救逐渐萎缩的市场